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小龙泡 今天一块奶奶做外皮菜了 这个是野葱啊 这是萝卜 还有萝卜叶子已经摔干了 这一盘应该有好几十斤 几十斤萝卜呀 这十斤萝卜 这个野葱有十多斤野葱 但是现在只有一两斤 晒干了就只有一两斤 豪缩水分 放进它 把野葱拌到这里面了 放点野葱要更香一点 要加点盐 加点米酒 更香一点 搅拌均匀 我们去年 就是做的那一坛放的野葱 很香的 所以今年 所有的外博菜 全部都要放点野葱 搅拌均匀就关了檀子 我们就拿了 外博菜 特别麻烦啊 还蛮洗的 而且要切得这么碎 还要晒干了 蛮甜 蛮甜 蛮甜啊 很下饭呢 外博菜 很下饭呢 要压紧一点 要压紧了 要压紧了 再凉嘎 塞满了 塞紧好刚好 这么一小三个 到的到屋子来了 那好像可以了 这里应该有个五六斤的要走 但是新鲜菜应该好几十斤了 三四斤应该有啊 三四斤的新鲜菜塞干以后 拖成外国菜 还有六斤 太缩水了 中了一个月就可以吃了 还有那里还有 还有一个坛子没有做 等一下我们再给它做好 把它放好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